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地方呢 像簡報我們這樣去用 其實事實上我們前面 兩節可以都給各位看一下說這個簡報就是做成這種簡報方式 一般其實大家比較常用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PowerPoint對不對 跟蘋果還有什麼Keynote Keynote也蠻常有人用的 但是這兩個事實上都是付費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就是我們免費的OpenOffice 也是可以 那麼剛剛呢各位您在申請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用的是一般的 所以就是100Mbps的空間只能線上編輯 而且呢 簡報只能設為公開 好那如果您覺得 我覺得這樣不夠也不想設為公開 您當然可以升級成教育的免費的教育版的 它就500Mbps空間 而且您可以把它設為公開或私人 當然這還是局限在就是線上編輯 線上編輯 那麼如果您要再多一點付費的 它這個有一個enjoy的類似教育版 類似教育版那就是一般的帳號升級 它另外有個pro的 這就比較貴一點點 比較貴一點它就是包括我們 剛剛所給您下載那個 那個試用版 桌上版的那個 試用版 那這樣線上就有兩具的空間 所以您要不要付費這個都沒有關係 您可以試需要 事實上我用到現在大概一年左右一年多 老實講500Mbps才用百分之幾而已 不到百之十 所以真的你要等你決定要用到付費的 要一點點時間 除非說您放很多那個 影片 或者是 聲音檔案 不然一般還好 那怎麼樣把一般帳號變成 所謂的 教育帳號 您看一下在這邊 在這裡 您登陸之後上面不是都有一個登陸的帳號嗎 對不對 您看 比如說 在這邊 像我現在在這裡 我有登陸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對不對 您從這邊 點一下來 有一個叫做setting an account 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您就可以往下走 這個您可以做基本的簡單介紹 但是我們要的不是這個 我們再往下走 好現在你看到這裡 這就是我們要的 你的license 有沒有 我的是EDU的 你看我才用百分之二而已 很缺 500 用百分之二 那麼如果您要upgrade 就從右下角 有沒有 按一下 那按一下之後呢 您剛剛 如果有稍微注意到 我們在這邊 這個 上一步 您在這邊 升級的時候 他會問你 你要升級成哪一個版本 會有繼續這個畫面出來 但是你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個 student and teacher license 他做的特別小一點點 希望你不要看太多 哈哈哈 反正就按下去 然後把你的那個 這個EDU的帳號 打進去 他就會寄封確認信給你 那麼你收到信之後 裡面的link 給您下 就跟一般註冊一樣 這樣子呢 您的帳號就會變成500MB 這樣您清楚了 所以這個 這樣就會比較OK的 好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您 如果您覺得 現在 迫不及待 想要馬上升級的 您可以先試看看 如果你覺得 還是抱持觀望的態度 沒關係 等於有時間 你在玩 好不好 你可以先給你一兩分鐘 你先 看看那個位置在哪裡 以後你就知道 要怎麼去做升級